这个女人旅游回来,却看到丈夫正和母亲拉拉扯扯 可奇怪的是,丈夫和母亲见到女人 其表情瞬间变得怪异,好像被吓到了一样 回到家后,丈夫连忙告诉女人 原来母亲怕打扰她们,于是就想搬出去住 因此丈夫刚刚是在挽留母亲 然而女人万万没想到,丈夫的这番话竟是谎言 而这谎言的背后,更是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原来这个女人名叫胡可 胡母在胡可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后来胡父娶了承美分为妻 半年前胡父去世,留下胡可和后妈承美分相依为命 遗嘱里,胡父将房子以及财产分为两份 一份给胡可,一份给承美分 于是胡可便带着丈夫陈斌住了进来 然而就在三个月前,陈斌喝醉酒,打了胡可一巴掌 而从小就是掌中饱的胡可,哪里受得了这个气 于是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了 可现在他不得不原谅陈斌 因为他发现自己居然怀孕了 随后他只能选择回家 谁知刚到楼下 竟看到陈斌和承美分在拉拉扯扯 而承美分还拉着个行李箱 回到家后,胡可连忙问承美分要去哪里 可还没等承美分开口 陈斌就连忙向胡可解释 胡父去世了 而胡可也不是承美分的亲生女儿 因此承美分认为 他没有理由再留在这里 于是便想搬出去住 文婷此言 胡可赶紧劝承美分留下 因为这十几年来 承美分将胡可视为挤出 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 这些胡可都看在眼里 因此他早就将承美分当成亲马 他希望承美分能够留在这个家 而陈斌也连连附和 可承美分一听 却脸色难看 死死地盯着陈斌 随后胡可以买菜为由 支开陈斌 然后偷偷告诉承美分 自己怀孕的喜讯 让他留下来照顾他和孩子 可他没想到 忘记拿钥匙的陈斌 竟折返回来偷听到此事 于是他兴奋地跑过来 对着胡可说了一顿甜蜜的话 哄得胡可心花怒放 可一旁的承美分见此状 却一脸嫌弃 似乎有难言 知隐 深夜 许久没见胡可的陈斌 想和胡可深夜加班 可胡可现在怀孕了 他很珍惜这个孩子 并不想孩子出任何意外 于是他果断将陈斌赶去客厅睡 吃了闭门羹的陈斌在客厅 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 他快要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了 然而就在此时 他看向承美分的房门 竟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只见他缓缓靠近房门 不料竟听到承美分打电话 给房东辖姐 让辖姐给他留一间房 他要在胡可生完孩子之后 搬出去住 然而承美分刚挂掉电话 陈斌竟走了进来 并将门反锁 只见陈斌一脸邪恶地 靠近承美分 冷冷地质问他 真的这么想离开这个家吗 显然承美分对于陈斌的出现 感到十分不安 他连忙怒斥陈斌 驱赶他离开 因为胡可就在隔壁房间 承美分不想他们的事 情被胡可知道 两人的对话似乎有一丝暧昧 而陈斌一听此话 反而越发地兴奋 上前死死地抱住承美分 得意地称 说着陈斌一把推倒承美分 欲行不轨之事 然而就在此时 胡可开门出来上厕所 而两人听到一响 慌忙停止动作 急匆匆地跑了出来 看到陈斌从承美分的房间里走出来 胡可十分疑惑 陈斌慌忙解释 他在给陈美分捉蟑螂呢 听到承美分也在一旁连连附和 胡可也就没有多想 而此时的承美分 只希望他的秘密 能够永远埋藏下去 可承美分万万没想到 一件意外竟让他的秘密 逐渐浮出水面 这天 大家陪胡可产检 医生告诉大家 胡可的胎儿还不稳定 不能受到任何刺激 否则就会流产 承美分一听 十分担心胡可 可没过一会儿 他竟感觉视线越来越模糊 随后竟晕了过去 可让人震惊的是 医生经过一番检查 竟发现承美分居然怀孕了 此话一出 大家顿时被吓出一声冷汗 而胡可更是无比震惊 父亲半年前已经去世 承美分不可能会怀孕的 难道承美分被判了父亲吗 可承美分在他心里一直是个好妈妈 他不会做出此事的 胡可焦急地向医生确认 会不会是搞错了 可医生却振振有词地告诉他 承美分确实是怀孕了 胡可不敢相信 承美分居然会做出龌龊的事情 他一脸不解地连连质问承美分 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不等承美分解释 只见陈斌眼珠子一转 瞬间有了个主意 于是他赶紧拉着胡可解释 这个孩子真的是父亲的 因为父亲生前很想要一个儿子 于是便将自己的精子冷冻了起来 而这次承美分怀孕 是人工受孕的 说着陈斌还一把将胡可拉出门外 洋装正义地说 是个男人都想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让胡可理解父亲的做法 可聪明的胡可却认为 如果父亲想要儿子 为何不在遗嘱上写明 将财产分给那个儿子呢 因此他更加怀疑 这个孩子根本不是父亲的 他要去调查 确认父亲是否真的留下冷冻精子 如果不是的话 他就拿承美分的孩子的DNA 与承美分身边的所有的男人的DNA 一起去化验 胡可此话一出 陈斌顿时被吓出一身冷汗 说完胡可还不忘提醒陈斌 替他看好承美分 次日 陈斌粗暴地将承美分拉到楼梯口 可承美分却一把甩开陈斌的手 并一巴掌扇过去 扬言他要报警 要向胡可揭发陈斌的罪行 这让人无比震惊 为何承美分要这么说呢 原来就在三个月前 胡可离家出走 见胡可不在家 陈斌彻底露出他丑陋的嘴脸 经常暴打承美分 可更令人气愤的是 有一天陈斌醉酒后 竟侵害了承美分 而在胡可回家期间 承美分本想向他说出真相 可陈斌竟威胁他 如果他说出此事 陈斌就要去坐牢 而胡可就彻底成为一个寡妇 孩子也彻底失去了父亲 因此 那次在房间谈话时 陈斌对他欲行不轨 可承美分却不敢反抗 因为他害怕说出此事 会毁了胡可的一生 因此为了胡可 承美分最终选择忍气吞声 将这个秘密埋藏在心里 可现如今 承美分居然怀孕了 而胡可更是怀疑 他跟别人有奸情 胡可迟早会查出 父亲根本没有留下冷冻精子 如果承美分一直不说出真相 那么胡可真的会恨死自己 而陈斌也会一直逍遥法外 因此这次承美分决定 勇敢揭发陈斌的罪行 他要让胡可看清 陈斌丑陋的嘴脸 可此时的陈斌 听到陈美分要告发他 不仅不害怕 反而阴险地提醒陈美分 胡可不能受刺激的事情 但陈美分顾不上这么多了 说着就要去告诉胡可真相 可陈美分万万没想到 陈斌为了不让秘密曝光 竟用力地一把将他推下楼梯 没有了孩子 任凭陈美分说什么都死无对证 看着陈美分捂着肚子一脸痛苦 陈斌心满意足地露出了变态的笑容 得意地说 我是不会让你用孩子来威胁我的 同时还捏住陈美分的下巴威胁他 你以后见到胡可不要乱说话 不然下次滚下楼梯的人 就是你的女儿了 说完陈斌还黑黑地冷笑几声 面对陈斌的恶行 陈美分恨得咬牙切齿 可又毫无办法 只能恶狠狠地咒骂陈斌 他迟早会遭到报应的 任凭陈美分口出国粹 陈斌丝毫不怕 因为他的奸计已经得逞 随后陈斌洋装一脸害怕 跑去找医生来救陈美分 而另一边 胡可已经查到 父亲根本没有留下冷冻精子 因此他断定陈美分已经被判了胡家 十分恼火的胡可 将陈美分的行李收好 准备将他赶出胡家 然而就在此时 陈斌急匆匆地回到家 杨庄担心地告诉胡可 陈美分因为急着出院 失足摔下楼流产了 胡可一听 更是恼火 直言陈美分当然不肯住医院 因为他肚子里的孩子 根本不是父亲的 不料就在此时 陈美分捂着肚子回到家 陈斌一脸震惊 生怕陈美分捅破自己的事情 连忙假装关心陈美分 为何不留在医院休息 而陈美分隐晦地说 他担心胡可一个人在家会有意外 因此陈美分带着伤 也要回到家里守护胡可 而由此之中 陈美分始终没有将那个秘密说出来 但不知情的胡可 对陈美分恨得咬牙切齿 他怒斥陈美分 你不要再假装关心我了 我只会觉得恶心 我已经查证过 我爸根本没有什么冷冻精子 你肚子里的孩子就是个野种 面对胡可的责怪 陈美分很是伤心 可又有苦不能言 只能当场向胡可发誓 他真的没有背叛胡家 这些事情都是别人逼他做的 可胡可已经气上心头 完全听不进陈美分的话 断定陈美分就是背叛了胡妇 于是他接着说 记得那年高考 你每晚都熬夜陪我复习 我出嫁的时候 你都是哭着送我出嫁 我真心把你当成亲吗 可我万万没想到 父亲刚去世半年 你竟背叛了父亲 陈美分的种种行为 让胡可很是失望 他恨透了这个后妈 伤心欲绝的他 扑到陈斌的怀里好好大哭 陈美分没想到 胡可对他的恨意居然这么深 此刻他真的很想将真相说出来 可当他一看到陈斌邪恶的眼神时 就回想起陈斌曾警告他 如果他说出此事 陈斌就会对胡可做出疯狂的事情 于是陈美分只能硬生生地 将这些委屈咽进了肚子里 可让陈美分更委屈寒心的是 胡可竟要跟他断绝母女关系 陈美分没想到 自己辛苦将胡可拉扯长大 虽然自己不是他的亲生母亲 可自己这么多年来 对胡可失为己出 宠爱有加 可现如今 胡可不仅不相信他 还断绝了两人的关系 虽然陈美分很是伤心 可眼下 更重要的是保护好胡可和孩子 于是陈美分说 这个房子自己也有份的 他无权赶走自己 任凭胡可如何咆哮 如何埋怨陈美分 他都不做解释 暗自将委屈扛了下来 可从那以后 陈美分的日子越发难过 不知性的胡可 面对陈美分的示好 不仅不接受 甚至对他恶言相向 而陈美分期间多次暗示胡可 称他是有苦衷的 同时提醒胡可要小心陈彬 可胡可无论如何 都不肯相信陈美分 反而认为他是在挑拨离间 而胡可为了远离陈美分 甚至要搬出去 陈美分知道 这个家实在是不欢迎他 而他也没有脸面再留在这里 既然如此 那他只好离开这个家 临走前他又再次提醒了 胡可要小心陈彬 随后 恼火的胡可更是找到了律师 希望能够将房子拿回来 可律师却告诉他 想要拿到房子的所有权 就得提供 成美分孩子的DNA报告 证明孩子跟胡妇没关系 可孩子早就死掉了 该去哪里找证据呢 随后胡可来到医院 希望能够拿到 成美分之前的死胎 可让大家万万没想到 成美分早已偷偷拿走了死胎 而陈彬得知此事 顿时感到不安 而这边的成美分 早就拿了死胎去化验 此时的他 正犹豫着如何将此事告知胡可 可还没等他行动 陈彬却突然冲出来 一把夺过报告 他没想到成美分 居然敢拿他的DNA去化验 看到陈彬突然出现 成美分十分疑惑 自己已经躲得远远的了 可陈彬为何还会找到他 原来 陈彬是通过侠姐 知道成美分住在此地的 成美分万万没想到 陈彬竟然如此歹毒 一次又一次地控制他 他终于忍无可忍咆哮起来 陈彬 人在座 天在看 你就等着被雷劈吧 而成美分的话 彻底激怒了陈彬 他一巴掌将成美分扇倒在沙发 接着变态地说 我欺负你一次也得坐牢 欺负你两次也得坐牢 倒不如多享受一会儿 陈彬说完 像头饿狼似的 扑上去欺负成美分 成美分用力地挣扎 一把推开他 而陈彬竟贼心不死 继续扑向成美分 不料陈彬竟突然停止行动 眼珠子睁得大大的 随后竟倒地不起 很快就没了呼吸 原来 成美分慌乱之中 竟抄起了水果刀 一把刺向成美分 看着手上满是鲜血的小刀 成美分这才清醒过来 一脸震惊慌张不已 随后他赶紧清理现场 可就在此时 胡可竟找到成美分 二话不说 直接扇了成美分一巴掌 成美分一脸懵逼 他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原来半小时前 胡可发现陈彬的电话一漏在家 而就在此时 霞姐打电话来找陈彬 胡可见状接了电话 不料竟发现 陈彬居然去找成美分了 陈彬为什么会去找成美分呢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胡可偷偷查看了陈彬的电话 不料他竟发现陈彬 居然发了一大堆 暧昧短信给成美分 从短信的内容来看 显然两人有着不正当关系 这让胡可无比震惊 再加上成美分怀孕的日子 刚好是胡可出门旅游的日子 因此胡可更加确认 成美分与陈彬有奸情 此时的胡可步步紧逼 质问成美分为什么要勾引陈彬 而陈彬究竟在哪里 成美分不断地解释 自己没有勾引陈彬 可胡可完全不相信成美分的说辞 说着不顾他的劝阻 开始四处寻找陈彬 然而胡可万万没想到 他竟在房间里 发现陈彬惨死在地 吓得他两眼直瞪 连连后退 事已至此 成美分所幸也不再隐瞒了 他委屈加无奈地向胡可坦白 原来陈彬一直怨恨胡妇 没有分遗产给他 自从胡可出去旅游后 陈彬就彻底露出他丑陋的嘴脸 他不仅经常暴打成美分泄恨 甚至有一次醉酒后 还侵害了成美分 而成美分之所以不揭发他 是因为担心胡可和孩子的安全 得知真相 胡可被吓出一身冷汗 可胡可根本不相信 自己的枕边人居然是个魔鬼 他固执地认为成美分是在骗他 陈彬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成美分无奈之下 只好将报告递给胡可 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 于是成美分又接着说 他本想等胡可生完孩子再去报警 可没想到 陈彬刚才居然又想欺负他 而成美分为了自保 慌乱之中竟杀害了陈彬 胡可看着手上的报告 不得不相信这个可怕的真相 一时间大脑极度混乱 他没想到 他居然错怪了成美分 如果当初他肯相信 成美分是真的有苦衷的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么多悲剧 好在最后 胡可终于知道真相 连连向成美分道歉 两人终于兵释前嫌 紧紧相拥痛哭流涕 而成美分也决定去自首 他将在监狱里度过自己的晚年 故事的最后 不禁让人唏嘘 陈彬的恶行令人发指 而成美分的隐忍令人心痛 如果一开始 面对陈彬的恶行 成美分能够及时报警 就不会发生这一系列的悲剧